大陸全国人大开议 确定出手修改香港选制 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 是特别指出 是要全面贯彻执行 所谓的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方针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决防范和遏制 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据了解将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和二 内容涉及香港特首产生 立法会候选人资格 和增加立法会席次 确保爱国者治港 而在涉台表述上 1084去年消失的九二共识 又回来了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正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祖国统一 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至于外界同样关注 大陆今年的经济增长 李克强喊出GDP目标6%以上 国防支出一兆3553亿人民币 增长6.8% 有望一扫疫情一霾 记者李宗峰 杨琪浩 北京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